在内蒙古通辽市土耳基山的山路上 发现了一座千年辽戴墓葬 墓室简陋 但随葬品却极其奢华 墓主人的尸骨里更是惊奇地发现了大量水银 那么墓主人是谁 尸骨中为何会出现水银 墓主人身上又是否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土耳基山古墓的秘密 2003年3月的一天 内蒙古通辽市土耳基山采石厂的工人们 正在埋设炸药开采石头 随着山石崩落 一些奇怪的石头显露出来 几块巨石堆砌而成的石壁 明显不是天然形成的 奇异石壁的出现 很快在采石厂传了开来 大家都在猜测 这些奇怪的石头到底是什么 采石厂随即停工 领导也将此事上报公安机关 以及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此时谁都没有想到 奇异石壁的发现 将揭开一个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 接到报案后的公安机关和考古人员 立即赶到现场 初步观察后 考古人员猜测 这可能是一座古代墓葬 墓道大约有三十多米长 墓道的西侧已经被毁 这会是一座怎样的墓葬呢 大家都非常期待 十天后对墓葬的发掘正式开始了 首先从清理墓道开始 通向墓室的路叫墓道 一般是斜坡状 而这个墓道也成了考古人员 判断墓葬年代的关键信息 在通辽地区 除了辽代墓葬有墓道之外 其他墓葬都没有墓道 1400多年前 西丹作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民族 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 辽朝全盛时 将于东北至枯叶岛 北至蒙古国中部的石勒喀河一带 西道阿尔泰山 南至现在天津市的海河 河北省霸县 山西省燕门关一县 与北宋交界 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 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 但这个当时称雄中国北方的帝国 却在二百年后 连带他们所创立的文字 如谜一般的消失了 由于契丹族所留资料甚少 人们只能通过 对以往辽代墓葬的发掘 来了解这个千年前的草原民族 墓葬的发现地通辽 正是当年契丹人的起源地 倘若这个墓葬真的是契丹人 那么他会给我们带来一段 怎样的契丹故事呢 经历一个月的发掘 墓道终于完全显现出来 在墓道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封门石 辽代早期墓葬的形式和堂墓 宋墓是一样的 封门石的出现让专家更加相信 这座墓葬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契当贵族 大家迫不及待地将封门石打开 然而在封门石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墓门 墓门和封门石之间还堆积着一米多高的淤土 考古人员清理淤土时意外地发现了很多大小不等的铜铃 原本已经出现墓质的地方却发现了铜铃 这些铜铃是从何而来 但此刻最让人们担心的是 这座墓葬有没有被盗 辽代贵族模仿唐代普遍后葬 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中 辽代墓葬曾经多次大规模被盗 以至于今天保存完整的辽墓少之又少 眼前的这座辽墓又是否能躲过一劫呢 由于门锁已经生锈 考古队员只能将墓门和门框一起卸下来 他们通过缝隙 借助上的组织